说起孙丽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她目前也是在影视圈里占据着非常高的地位 从1982年出道一直到现在 出演了很多部的影片 更是获得了多项的奖励 而且她对于演戏也非常认真 之前拍过的电视剧堪称经典 孙丽在娱乐圈发展的本身就不错 后来更是凭借着一部甄嬛传 事业更上一层楼 成为了妥妥的实力派女演员 其实孙丽能有今天的成就十分的不容易 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自己跟着母亲过着很辛苦的日子 如今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改善了家庭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孙丽和邓超两个人结婚多年 现如今已有一儿一女 一家四口相当的幸福呢 两个人也是因戏生情 而且如今家庭幸福生活美满 也是成为了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当然他们两个人也是成为了娱乐圈的模范家庭 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孙丽可谓是人生大赢家了 要说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 其中最火的当属是孙丽罗靖主演的安家了 这应该是孙丽和罗靖首次合作的作品了吧 不得不说 作为拥有高口碑的两人合作的新剧 还真的是从剧的一开始就收获好评了 剧中孙丽精湛的演技再一次塑造出房四景这个成功的人物角色 两人因为这部剧的宣传 所以经常在一起 两个人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于是在其中一次节目当中 孙丽也是直接调侃起了罗靖 他说 我和唐嫣的关系这么好 结婚的时候为什么不请我呢 这个问题回答得不好就很容易得罪人 罗靖听完这话后 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回应之所以没有邀请孙丽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是因为怕娘娘来了以后 大家就注意不到自己的宝贝唐嫣了 不好不好 这个回答真的太绝了 把观众们笑得肚子疼 大家都知道 罗靖和唐嫣因拍摄电视剧锦绣为央儿走到一起 其实双方很早之前就合作过电视剧 知道这一部戏两人正式官宣恋情 莫过多久两人便举行了婚礼 一年之后两人的女儿出生了 大家只知道两人的爱情相当的甜蜜 婚姻也相当的幸福 但是却不曾知道两人的恋爱史的细节如何 比如在前不久安徽卫视的国剧盛典上 当时唐嫣和罗靖牵着手出场 突然唐嫣的鞋带松了 于是罗靖一秒都没犹豫 立刻弯腰蹲下来帮唐嫣把鞋跟提上 既恩爱甜蜜 又化解了女朋友的尴尬 不得不说罗靖真是个细心体贴的男朋友啊 虽然两人平时很少秀恩爱 但每次合体都会暗戳戳的发糖 看到两人秀恩爱的画面 网友们都被虐到不行 从唐嫣婚后状态就能看出 她的生活有多幸福 时时刻刻都洋溢着幸福感 唐嫣和罗靖现在已然成为了幸福夫妻的代名词 两人的幸福溢于言表 可能真正的爱情和幸福正是如此 不论如何都依然会为对方所付出 不论什么情况 我的眼里都只有你 唐嫣遇到罗靖 每天都甜到发糖 最后也祝愿两人能一直这么幸福地走下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